你看像何老师跟杨老板 为什么对拒绝那么擅长 其实拒绝有时候 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他因为拒绝多了 他就会拒绝了 所以这点层面上 我觉得医学很了不起 他年纪这么轻 但是他是用先天性的条件反射 我觉得好快 对 但这个跟他打辩论有关系 因为辩论要求 抓住对方的观点之后 立刻反击 他没有犹豫的时间 如果你在犹豫 这个我应该怎么回应 就过去了 这倒是 我不 我每次都是 比如说一个事先找过来 拒绝 我身边的亲戚人过来说 这个好 这个有他的好处 行吧 这特别立场不坚定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给你一个情境 你将来有了一个女朋友 他给你规定 你的车的副驾驶 只能他做 别的人不能做 这个时候 你的女上司 说坚决要做你的副驾驶 你怎么拒绝 你怎么拒绝 不确定 把车卖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太难选 没错 把副驾座拆了 哈哈哈哈 这行吗 你这么处理啊 哈哈哈哈 总比把车卖了 起来 effect赏的 对 特别人 幸会 优优独播剧人